再來就看第二個閱讀 不過要先看單字 我滑鼠不行這個 換一個 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第二個這是第幾個單字 十二喔 第十二個單字要寫三態 先寫 這就是挖 看看我的路會不用好可以 再來因為它有不同的介系詞 所以第一個要請你寫它搭配的介系詞 我放大一點 第一個叫Dick into something 你用into的時候其實有點挖進去了 所以它除了翻成尋找之外 其實也可以翻成調查 深入的去調查 可是這個是into 第二個叫Dick out 本來它在裡面你把它挖出來了 所以它其實通常是你已經不進很久的東西 或是你找很久的東西 藏在某個地方被你找到了 所以第二個是找出 可是第三個叫Dick up 又往上喔 這個時候是往上了 那Dick up something是挖出 或者是找出 因為你一挖到你要往上拿 不會往下 所以一定是往上 我來講常常 第一個叫Dick into 叫尋找 第二個叫Dick out 第三個叫Dick up 就是它搭配不同的介系詞 有不同的意思 陳先生你還沒有在吵完嗎 不是 吵完了不是啦 陳先生啊 剛好對號入座 吵完了嗎 吵完了嗎 吵完了 你吵完了嗎 真的吵 好 那表示你吵很快 那往下 再來 對不起吵 所以這一個沒問題囉 然後要請你備註 如果是正在挖 記得喔 正在挖是D.I.GG 對 GG GG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Good game Good game 對你知道喔 為什麼叫Good game 可是他們GG都是不好的啊 應該是game over的意思嗎 對啦 那個是那個你們到時候再去 真的講GG這個 真的是很特別的用 好 再來下個單字 這個也要寫三派 叫Bite Bit Bit 哪咧 Bit 哪 還是猜 Bite Bit 對寫上去 第一個 Bite Bit Bit 所以通常是被咬 當然你可以主動去咬人啊 像我生氣的時候就很想咬人啊 可以 可是通常都是被狗咬 被什麼什麼東西咬 所以這一個字呢 用被動的機率算蠻高的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Bit 那第二個當謎詞的時候 譬如說你被蚊子咬的那個 一個 那一顆你要叫什麼 E 你被蚊子咬的E 包 好 那一顆 那個叫做White Gug fight 可以 就是被咬傷的那個傷口 或者是中起來的那一顆 好嗎 再來第三個 就像我們前幾天講的吸管有沒有 你習慣可以咬吸管 那叫have 或者是take a bite 你會咬吸管啊 咬蘋果啦 咬什麼東西啦 就是take a bite 或是have a bite 可以數 因為你是一口嘛 好的沒 所以你可以用take 可以用have 那當動詞的時候 還是一樣咬 可是要知道的是這個字 來方法這個be be bitten bite 因為它通常是被動 當然你可以寫beat 可是因為beat的前面是用我的那個 是用have 你可以用is beaten was beaten will be beaten have been beaten 就是成績被啦 這叫成績被 好了 所以呢咬一口 叫take a bite have a bite 沒問題 再來下一個單字 好了嗎 差不多 to 可不可數 你覺得可不可數 你覺得可不可數 想一下 你覺得你的腳指頭可不可數 可數也是 所以你知道人家嬰兒剛生出來的時候 那個 爸爸媽媽新生兒的爸爸媽媽第一件事情 第一個 一定先數他的手 第二次數他的腳 因為 一定要十啊 就是十根手指頭 十根腳指頭 這是合理的 那多的好不好 也不太好吧 其實多的也不太好啊 那昨天前天的新聞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出生之前他殘典都沒有發生 都沒有發現 所以他四隻 他有四隻腳 然後那個其中一隻腳 把他的 就殘 等於他出生的時候 是把他自己多出來的 那其中一隻腳給 應該怎麼說 勒 對 所以很奇怪 好了 所以湊這個字寫的1 他可一數 可一數喔 叫錯了 所以記住 他可一數 可是比這個腳指頭再往多一點的 那個叫做什麼 leg還是foot 想清楚leg還是foot 這個都跟腳有關喔 foot foot是你的足部 就是向你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是總之 包含你的小腿 包含你的大腿的時候 請你就用leg那個字 可是真正其實還有一個大腿 真正大腿那個字叫做thigh thigh 那個就是你大腿那一塊 所以豬腳那一塊最好吃嗎 沒有 沒有 應該是foot對不對 應該是toe還是foot 應該是foot 應該是foot 我也不知道 那個 還是少吃了 因為腿肉質太高 好的 下一個單字叫 almost 好看喔 他是一個腹詞就是肌膚 真的是肌膚嗎 是嗎 對 對啦 就是almost 這個字就是 已經快到頂了 簡單的字都快到頂了 所以呢 它跟耳報有點不太一樣喔 耳報只是大概而已 可是almost已經到你的 你可能猜測的那個上限了 這個還好 沒什麼要講的 再來下一個單字叫做collect 動詞收集 那你記得你要收集的東西 絕對收集它的負數 就像你們現在應該不會再收集郵票吧 有再收集郵票的人舉手 可能連郵票房子人家都不知道 記憶一封信要多少錢 快的郵票 還好你們蠻知道 基本記憶的信 平信叫5 不是5塊的郵票 啊明信片呢 沒有啦 明信片比較便宜 因為一張紙而已 以前明信片一張就是你買的時候 大概不知道這價多少 總共3.5 有5角的喔 有5角的 然後後來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人家用5角 所以 恰好一張都是5塊錢 所以我們以前啊 老一輩的阿公啊 如果現在有在擠郵票 擠收集郵票 叫collect steps 每個人收集的嗜好不一樣 像搶脫症的人 有人就很習慣收集 人家用過的衛生紙 也就噁噁好噁喔 或者是看 也不要講 家裡我們那個已經放了N年的報紙 有對不對 這其實有時候都是搶脫症的一種 就是習慣收集用過的東西 那你要知道 不管你收集什麼 他後面一定是不輸 日本人collections 有啊 對啊 也有啊 當然有 所以記住他後面一定是付輸就好 所以你的收藏品 記得啊 收藏品 就叫collection 不過如果你要公好像真的有在擠收集郵票的 在那個幾年應該會很值錢 以前一張郵票五百 到後來一張兩邊五百一千 都有可能 因為有限量的 郵局都有在那裡 對郵局都有在那裡 可是郵局很難理解 郵局辦那個郵票幹嘛 因為現在很記性啊 可是實際上 曾經在早期的時候 郵票是可以拿來當做金子 他跟黃金的那個 當然沒有黃金的價值這麼高 可是他是真的有人在專門在買的 用限量的東西 好的 下一個單字 剛考完吧 剛吸收完很多 滿滿的PM的年魂嗎 這個字到底怎麼唸 可是你看到都不會看到這個字 你看到的都是縮寫BBQ 可是唸不會唸BBQ 我們還是唸BBQ 然後他當動詞名詞都一樣 就是烤肉這個字 所以如果你要當名詞的話 請你要喊 記得餓喔 餘底刺一個 連續三天烤三天 有可能 到現在還有人還在烤 有啊 所以我們台灣那個 那一天中秋節前提天開始 前個禮拜開始 就已經開始皮油那臉我超飆了 OK喔 BBQ我就先跳過了 這樣就好了 再來就看第二個對話了 不會吧 第二個Reading了 那在看第二個Reading之前 我們再把動畫看完一遍 剛剛看完了吧 它長得長 對呀 看這樣怎麼長 Spiders are not liked by many people People especially don't feel comfortable near large ones It's hard not to notice them because their bodies are covered with thick hair But in Cambodia they are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story of Soka and the spiders Soka is a young boy from Cambodia he isn't very tall he's small for his age because he doesn't get enough meat to eat his family raises geese but they will only be served as food on special days So what does Soka do when he wants to have some meat? he hunts for big spiders To hunt for a spider Soka has to look for a spider's hiding hole first When he finds a spider in a hole he digs hard to make it come out Soka needs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a spider bite hurts a lot One time he was bitten on the toe by a really large spider It was almost fifteen centimeters long Sometimes Soka is lucky and can collect more than ten spiders for his family in a day After he brings them home The spiders may be barbecued and then eaten with rice For Soka and his family Spiders aren't something scary They are delicious food Delicious Yes or no? Yes or no? Yes or no? For some people, yeah They are delicious For some people, they are scary For some people, they are scary 好啦,那我們就往下囉 的確啊,這真的是 在柬埔寨 其實在東南洋那邊很多 我們很難想像的 可是我覺得這就是文化常語 我們要懂得去接受 像外國人就覺得我們吃皮蛋 真的超級無敵噁心 因為對他們而言 那就一坨勾勾 你知道就黑黑的東西 可是對我們來講 好吃啊 那就像香港人他們吃鴨仔蛋 嗯,好好吃 因為很營養 可是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就明明還沒生出來的小鴨 小雞那種 你要吃它很殘忍 可是香港人的觀念 那個是最營養的 你吃雞蛋還要營養 所以這個也是文化差異 那他們沒辦法 所以其實你如果有機會去 因為我曾經去那個 越南去 柬埔寨 就是伯格庫那邊去過 其實他們曾經跟我們講說 因為導遊說 那邊的人 男生平均其實不會超過65歲 他們那邊你看不到很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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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跟他們營養不了 所以他們基本上 不太有機會可以活到 像我們這樣可能平均年齡80歲 不太可能 大概五十幾六十 大概就隔屁了 可是那個隔屁不是真的就是好像就是 癌症或什麼 他就很自然而然就死掉 因為營養都不良的關係 所以他剛剛講說 他的年紀 以他的年紀來講 算小隻有沒有 合理 因為他的營養不充足 所以他們只好用其他的東西 來代替他們的肉類 就是那個蛋白質 好來 把這個2 把這個2寫個in order to 終於就是為了 那為了要去那個獵 應該怎麼說 也不能講打獵 為了要去找出那個蜘蛛 Socca has to 好來把這個has to 第一個寫個they must 這裡可以想等 他必須做這件事 可是否定就不行囉 第二個把這個look for寫個search for 就是去尋找 很像我們去 你們那個叫什麼 灌七帥你知道嗎 你們做過這種事嗎 有啊 我到現在還沒做過這種事 就像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認真在田裡面烤過地瓜 我這種覺得 我是標平的都市人 這種鄉下的這種活動 灌那個七帥 我也沒玩過 烤地瓜就把他丟到那個田裡面去 然後從包什麼的東西 就是熱騰騰從土裡挖起來的地瓜 我還沒有吃過 可是他要去找那個蜘蛛 那個把這個eps圈起來 這個eps呢 就是這個蜘蛛的什麼東西 那這個什麼叫hiding hole 對喔 就長生之處嘛 只是因為它是一隻一定是在洞裡面 所以那個叫長生之處 所以他必須呢 先找到那個蜘蛛的長生之處 那為什麼verse這裡沒有加了 知道嗎 我不是說虛說前面一定要加了嗎 這裡為什麼不能加了 對 它是複詞 複詞 複詞的時候不用加了 可是當形容詞還是第一 第一個到學校啦 第一名啦 那個時候要輪 所以他必須先找到洞 才有辦法去抓蜘蛛啊 when he finds 好把這個when he finds 這個s圈起來 當然這是一個條件 所以條件句呢 運用未來的事 當他真正找到一隻蜘蛛的時候 而且在哪裡癮後 洞裡面真的有蜘蛛的時候 he digs hard 什麼叫dis hard 努力的挖 努力的挖 也就是要很努力的往下挖 要挖得非常非常的認真 然後那挖動努力的目的呢 是幹嘛 to make it come out 這個make往後挖 這叫十一動詞 說的十一動詞後面接什麼 原型動詞嘛 所以 make let 所以你會說 let's go 因為 let 後面 let 是十一動詞嘛 所以後面是 go make 也一樣 所以他就會很努力的挖呢 想辦法讓他跑出來 再來是 so come needs to 好 再把這個 needs to 的 to 圈起來 寫個人力的加 to 可是東西力的怎麼辦啊 對 記得加 to 喔 人力的加的是 to 東西力的話我們就必須加 我寫在旁邊耶 我寫直式的 因為這裡有三不進去 人力的間 to 東西力的加 ng 所以呢他就必須去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be careful 好把這個 be 往這個字畫 所以一個概念喔 所有的形容詞前面一定大概都會有 be 動詞 如果不是 be 動詞至少要連追動詞 所以他就必須要非常的小心 為什麼要小心 because the spider fight 整個括號 這個是一件事 所以這是一個主詞 因為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東西喔 這個東西叫個 spider fight 什麼叫 spider fight 咬的那一口 那一件事 hurts a lot 這個 a lot 是一個 very much 那一天好像是你也放在問我 為什麼不可以寫 very love 好像是不是 記得喔 我們為什麼沒有那個 very like very love very thank you 記住我們如果要修飾動詞 我們必須放在句尾變成 very much 你們會的就是 thank you very much 沒有 very thank you 知道嗎 所以這個 hurts a lot 就是 hurts very much 很痛 你可以無聊去被咬到看 one time 曾經有一次 he was beaten 好 再把這個 was beaten 看一下喔 他是被咬囉 所以這個 was 就是這一顆的曲型 他被咬 被咬在哪裡啊 on the toe 不是在咬在其中一根腳趾頭而已 可是這根腳趾頭是被 所以多大的蜘蛛咬 a really large spider 他跟你講很大很大很大 多大 It was almost fifteen centimeters tall 把你的尺拿出來 大概你的尺應該都是15公分 這麼大 就這麼大一隻的蜘蛛 你去想喔 這麼大的蜘蛛在你的一根腳趾頭上 他應該咬到應該就不放 你知道嗎 努力吸 想辦法也要把你咬耶 咬到讓你真的受不了 所以那隻蜘蛛多大 他跟你講 大概幾乎有15公分這麼大 所以比他的腳趾頭還要大 所以呢 他就很可憐啦 當然一定是痛很久 對不對 所以sometimes so come is lucky 有時候呢他還蠻幸運的 and can collect more land 這個more land 寫over 所以一天啊 他的工作大概就是認真去找蜘蛛 那幸運的話呢 他大概可以超過十隻的蜘蛛 然後這個十隻的蜘蛛 他不是給他自己吃喔 是for his family 是給全家人吃 所以這個family呢 可以是全家人 可以是一個家庭 然後重點是一天之內 叫in a day in one day也可以啦 一天之內找十隻蜘蛛 難不難 台灣的我覺得蠻長的 蜘蛛大概有蜘蛛 可是你們家裡如果有蜘蛛 有個好處 家裡不會有小牆 小牆 小牆 是天底吃蜘蛛 蜘蛛 蜘蛛專門在吃小牆的 所以如果家裡有小牆 然後覺得很煩 然後給牠一隻蜘蛛 牠會認真去幫牠吃那個小牆 可是兩個一起看到我都覺得可怕 再來after he brings lamb home 把這個lamb 往這個字畫 這個lamb值的就是這十隻蜘蛛 所以在牠把牠帶回家之後 the spiders may be 好看清楚喔 看清楚喔 我把這個放大 等我一下喔 來幫我把這個may be 寫個可能被 看清楚喔 這叫可能被 然後旁邊寫個m a y 連在一起的b 這兩個字是不相合的喔 這個m a y be是什麼意思 寫上去叫perhaps 對叫或許 牠放去什麼 兩個長的其實算一樣啦 只是有空格跟沒有空格啦 那兩個差在哪 m a y be 連在一起的是副詞 叫也許 那m a y 空格 be 的時候是可能被 自己寫上去喔 可能 也許 被 強調的就是那個被 牠可能會被做一件事 什麼是barbecue的 有看到barbecue加了ED嗎 為什麼加ED 被動嘛 對 被 被做什麼事 烤啊 對啊 牠就只能被烤啦 OK啦 and the lamb eaten 還有喔 再來玩玩這個eaten 記得前面加個b 其實牠省略掉了 為什麼 因為牠是被烤跟被吃啊 然後可是呢 這個 我也是寫個伴隨 特徵 特徵 長相 配件 工具 都是唯一 所以拌拌 簡單來說就是 配著飯 一起吃 那你們呢 中午的吃飯 應該就是配雞腿 就是配 豬排 假設啦 甚至是牛排 那牠們沒有啊 牠們沒有肉啊怎麼辦 牠們吃飯 就配蜘蛛 你可以去想像喔 那一碗 飯上面一隻15公分的蜘蛛 對牠們來講是很豐盛的 再來 For Saka and his family 那對Saka跟牠的家人來說 OK啦 所以這個東西喔 Spiders 我再說下一點 Spiders are something scary 好了把這個 something scary 畫起來 記得這個 something, nothing, anything 記得形容詞方後面 所以有什麼特別的事嗎 叫 anything special Something scary 就是可怕的東西 所以對牠跟牠的家人來說 蜘蛛不是那種很可怕的東西 They are delicious food 其實牠是好吃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牠們沒得吃 所以也只能這樣 好,先到這邊